Hello 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來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流論五分鐘商學院基礎的第46講 定位理論 占領市場前 占領心智 俗話說商場及戰場 如果商業是一場戰爭 那渠道或者是我們所說的通路 就是地面部隊 他們最高的任務就是賭門 就是要用最佳的性價比 在一場又一場的巷戰當中 搶占所有與消費者之間的接觸點 那麼行銷就是空中部隊 他的最高任務就是洗腦 就是利用各種廣宣炮彈 全面攻占消費者的大腦 在消費者的大腦當中 刻上我們品牌的名字 讓他在下消費決策的時候 會直接想到我們的品牌 那談到行銷 我們就必須從全球最著名的行銷策略 定位開始討論 什麼是定位理論呢? 他說的就是啊 假如我們不能成為我們產品品項的第一名 那就創造一個新的品項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其實啊這麼做的基礎 是來自於消費者的五大心智模式 消費者的五大心智模式有哪些呢? 第一 消費者只能接收有限的訊息 第二 消費者喜歡簡單、討厭複雜 第三 消費者缺乏安全感 第四 消費者對品牌的印象不會輕易改變 第五 消費者的心智容易失去焦點 這樣聽起來可能還是有一點抽象 沒關係 我用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與你分享 你知道全世界第一高峰是哪一座山峰嗎? 估計大部分很多人都會知道 就是喜馬拉雅山上的聖母峰 那第二高峰呢? 這個可能很多人就會不知道了 那就是喬哥里峰 而第三高峰呢? 哇 可能你連聽都沒有聽過了 那就是 甘陳加張峰 其實大多數人腦中 在同一個品類只會記住第一名 最多會記住第二名 這種情況是人類的心智模式決定的 不僅生活當中這樣 我們的商業上面也是這樣 如果你能夠在消費者腦海當中 佔領你那個領域的第一名的話 那你將必然會獲得巨額的收益 而你知道非洲的第一高峰是哪一座山峰嗎? 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可能會不知道 就是吉利馬扎羅山 他雖然是非洲的第一高峰 可是他的海拔高度放在聖母峰眼前 根本就是巨人比諸優啊 那他們要怎麼宣傳他們的這座高峰呢? 這些聰明的非洲人啊 就在登山界開創一個新的品類 叫做人類徒步可登頂的最高峰 你想想看喔 聖母峰非常的高 可是他要爬到山頂 都需要借助纜神啊 旋踢啊 冰鎬啊 那個釘子啊等等 你才能夠登到最頂端 你幾乎是沒辦法僅靠雙腳就能夠走上去 而非洲的吉利馬扎羅山呢? 他是那種人類可以不用其他任何這些 登聖母峰的複雜裝備 只要雙腳就能夠登頂的最高峰 哇這一下子就給非洲這座吉利馬扎羅山呢 造成了極大的話題性 讓全世界很多徒步挑戰者蜂擁而來啊 那回過頭來 我們要如何利用這樣的定位理論 來為我們自己的商品或服務加分呢? 這邊劉文老師分享了四點建議 第一 是從消費者的心智出發 不要從產品出發 像我本身是做數位行銷的 我接觸過很多的老闆啊 因為是生產產品端的人 所以都會覺得自己的用料的品質非常好 功法非常的厲害 競爭對手實在是有夠糟糕 而他們的想法都會從自己的商品或服務的規格出發 不會從消費者的需求出發 其實啊消費者 根本不在意商品或服務的規格 而更在意的是 你的商品或服務 能不能確實解決到他所面對到的問題 或者滿足他所想要的需求 那第二個建議是 基於這個沒有被滿足的需求或者是痛點 我們要試著創立一個乾淨的品類 比如建議可樂 他就在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分食的可樂市場當中 殺出一條血路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標榜著有可樂的美味 卻沒有可樂的熱量 主打的是一款健康的可樂 第三點建議是 佔領消費者認知的武器 也就是訊息 要極度簡單 像我們最常聽到的那些廣告詞啊 什麼剖蜜果菜汁的老外老外老外三餐老四在外 或者是原本三原本就是三 又或者什麼乾毛用濕死有沒有 這些都會把很複雜的商品訊息 用很簡單的方式告訴消費者 讓消費者的腦海當中 擁有這些商品的印象 擁有這些品牌的印象 第四點建議是 要歡迎競爭 假設你不小心創立了這個品類 但消費者心中啊 其實是留了兩個位置 一個是給第一名 一個是給第二名 假如你一直擔心有競爭者進來這個品類 你一直佔據第一名的話 第二名的位置就不會有任何其他的品牌 久而久之呢 這個品類就不會成立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最好的方法是 歡迎競爭 歡迎有第二名的進來 讓第一名和第二名共同教育市場 一起做大這一塊餅 定位理論就是 不能成為品類第一 就創造一個新的品類 具體四個步驟 第一步驟是 找到未被滿足的痛點 第二步驟是 據此建立新的品類 第三步驟是 用最簡單的訊息 不斷攻佔消費者的心智 第四步驟是 和第二名一起夯食品類做大蛋糕 最後呢我想與你分享一個 我在網路上看到 一個很有趣 講乞丐如何建立品牌的故事 經理和乞丐的對話 與你分享 你就是政經理啊 我想請你幫我策劃策劃 你是誰啊 誰讓你進來的 說來慚愧啊 我以前跟你一樣也是老闆 做生意賠了 房子裡了 老婆也跑了 幹了這麼多年老闆 就有點脾氣 我現在就靠祈禱為生啊 不過現在祈禱這個職業 門檻低 競爭太激烈 找您幫我出出主意 提高一下我的祈禱業績 你都混成叫花子 你還講什麼業績啊 我的信條就是 人不管有多低落 繼續建議僑僑 追求卓越 好 就從你的打不死的精神 這活我接了 策劃費打八成 散碗吧 我沒錢 幾千塊有嗎 沒有 五百呢 我都大半年沒見過 百年大超了 二十有嗎 你看我吃飯的碗 都不會這樣 真沒用 行 就當我都慈善了 賺錢的這策劃費要給我 謝謝 謝謝 你想要在祈禱街有所堅數 必須得有自己的品牌 你貴姓 姓李 叫花李 這個名字怎麼樣 不錯不錯 很好聽 你有固定經營場所嗎 什麼 就是固定祈禱的地方 哦有 我每天上午在人民廣場 那人多 上午站累了 下午我就回家 生路減減破爛 叫花李 我給你個建議 一定要走專業化的道路 不要又是祈禱又是撿破爛 你就把你祈禱的祖業做大做強了 才能多元化經營 你又是幹這個又是幹那個 品牌不夠集中 對呀 我以前就是這樣被搞死的 你以後每天早上拿這個碗 到人民廣場後找 碗裡裝幾塊影子錢 前面再竖一個牌子 上面寫叫花李 這樣你就和其他乞丐不一樣了 有了自己的品牌 有了自己的品牌還不夠 在經營上也要差異化 讓人覺得你有個性有特色 我就是與眾不同 以後不管什麼人給你錢 你只准收人家五毛 如果還像以前一樣 拿著個碗追著人家滿街跑 行行好嗎 行行好 人家見到你躲著就跑 你別泄氣 這是正常現象 我們不能失望把所有人 都當成我們客戶 記住 我們只為一部分人服務 要找到我們的目標客戶去 可能有的人給你一塊兩塊 你一定要看清楚給的是多少錢 如果別人給你五毛 你會怎麼做 謝謝 如果給一塊呢 說兩聲謝謝 錯 不要見錢眼開 你應該馬上把人家叫住 哎 回來 我只剩五毛 這五毛找給你 如果人家給你兩毛 你會怎麼做 不知道啊 也要把人家叫住 等等朋友 這兩毛還給你 我這裡最低消費五毛 按照您這個策劃 給我一塊 找回五毛 給兩毛我還不能要 那我豈不是要的更少啊 不行不行不行 老李啊 不 教話李啊 你要想在乞討業有所結束 你必須得請我的 剛開始是有點損失 但慢慢的你就和其他企業不同了 那人拿著你找給他的五毛 他會怎麼想 估計他當場就弄在那裡了 搞什麼 要錢他還在找錢呢 回到家他就把他是宣揚出去 我跟你說 人民廣場有個叫花子 給他一塊錢 還找我五毛錢 是嗎 看你走 那個給你兩毛錢的 那就更差一了 估計當場就和你翻臉 有沒有搞錯 要翻還有最低消費 你還是叫花子嗎 回到家 他同樣會為你宣傳 人民廣場有個要辦的 我給他兩毛 他還不收 還說最低消費五毛 還有這樣的氣概 這些人都免費為你做口碑宣傳 你想想 你知名度提升了 那你品牌價值不就有了嗎 在現在這個年代 是注意力經濟經濟年代 你只要救濟了人妻 你還找不來錢嗎 這個叫花裡 半個月了都沒有消息 我得去看看他做了怎麼樣 我們家那口子回去跟我一說 我還不信呢 天底下還有這樣的乞丐 他只收五毛 他一塊還不要 我到這兒一看 還真是這麼回事 他還真夠職業的耶 我還不信了 有人會見錢不眼開 拿著吧 看你挺辛苦的 不用找了 等等 兄弟 謝謝你的好意 我只收五毛 歡迎以後常來啊 鄭經臉 教皇裡 來來來 走走走走 做這個 做這個適合你 教皇裡 你最近做得不錯呀 鄭經臉 這多虧了您的策劃呀 我現在的起草事業 是正正日上啊 要不是今天下雨 我還真抽不出時間來看您 咱們就別客氣了 主要是你自身條件好 你天生長了一副 適合乞討的臉 再加上你滿臉的滄桑 稍微有點人性的人 都會給你施捨的 欸 鄭經臉 說來也怪了 那些跟我一起 在人民廣場乞討的人 他們長得比我慘多了 但他們一天 根本要不了幾個錢 這你就不懂了吧 麥當勞的老闆曾經說過 不要以為麥當勞 是經營快餐的 其實他是經營房地產的 通過餐飲 把一個個好地方全占了 你也一樣 不要以為你是做乞丐的 其實你是經營娛樂業的 在乞討的同時 給大家帶來興起 帶來快樂 真的 沒想到我的工作 這麼充烤 你是趕上好時候了 要是二十年前 大家剛剛能吃飽 物資匮乏 你就是要飯要出花了 都沒人理你 但現在不一樣了 物資豐富 但人的精神是越來越空虛 都在尋找刺激 在路上你要是遇到個溫路的 都愛搭不理的 但只要聽說 哪裡有個三條嘴的蛤蟆 都開車上百公里去看看 大家給你錢 不是因為同情 是因為你的行為 給他們帶來良好的體驗 我有點明白了 你是說 很多人吃飽撐著沒事幹 對 現在是眼球經濟 注意力經濟 體驗經濟 如果你有個性 你有特色 你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你能給大家帶來美好的體驗 你就能夠把花花的人民幣吸引過來 簡單的現象背後 其中隱藏著非常深刻的道理 好 我回去繼續搞我的眼球經濟 娛樂產業 誒 這個叫花里 出名了 我得找他就要測花費 豬馬店的可以身體開走步嗎 外地的只能開分步 一定能開分步嗎 防傷的防傷的 都行都行 長得帥的可以當乞丐嗎 我們丐幫就需要你這樣的小鮮肉 大家來報名的不要著急呀 著名的乞丐叫花里 已經開通了微信公眾號 大家可以在這邊 直接掃描二維碼 點擊關注 或者直接微信搜索 正雲功德式公眾號 所有乞討之士 和加盟條件都有啊 線上就可以完成 我掃到了 我掃到了 我終於可以做乞丐了 你不要做乞丐了 你不要做乞丐了 老叫上了 老叫上了 叫花里呢 我們李董事長去香港了 去香港祈禱了 不是 他是去香港參加 全球乞丐互聯網生態大會 他發展這麼快 我們李董事長 在三個月內成立了 100多家乞丐分部 已被評為今年的乞丐之心 這次他要準備做竹子演講了 好 我也加盟一個分部 我們的加盟費是3800 蛤 他簽我的策劃費還沒給我呢 蛤 哈哈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 KLCO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河俊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 拜拜